所谓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,现在种下好的因,将来必得善果 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,种的是因,得的是果 好人一定有好报,坏人也一定有坏的下场 但如果只是从现在这一生来讲,因果是不容易说服人的 国法所谈的因果,必须是三世的两重,并且是从现在的三世,追溯到过去的三世,推展到未来的三世 因果,简单的讲是原因跟结果 我们吃饭了就不饿,我们不吃了就肚子饿 所以因果它是有原因然后有结果 那么有的人他作恶多端,可是他又享福 有的人行善不失,可是又遭遇不良 这个有时候不能从短时间来看 比如说他这一次因为行善不失,那么他生命很早就结束了 那可能就是因为过去作恶多端,这一次有了行善 然后呢,这一次要应报的很多的业就提早结束 曾经有一个父亲,有两个小孩,都是十几岁就往生了 他就非常的痛苦,就去诉苦 然后呢,到处去寻求这个心理的这个疗伤 那后来有一个善之就跟他讲 你这两个儿子过去是你的仇人,他是要来讨债的 他要弄得你家产善尽,还有家破人亡 因为你行善不失,所以他们就不要再保护,所以提早走了 生死流转是英文火爆,转烦成圣也离不开因果 我把不仅教导我们从三世因果的角度来重新认识我们的正报 依报,更进一步教导我们透过持戒,修订,修会,器物不生不灭的普遗心 法界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